生物指示物永远都是金标准吗 生物指示物就是牙包 它是最早期监测当中呢 我们对指示物的唯一选择 没有可替代物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 我们会把它当成监测当中的金标准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个金标准还真的足精吗 随后呢也会有一些化学指示物的出现 它们的性能呢也在不断地提升 在化学和生物指示物的对比当中呢 有两点非常的重要 第一呢就是对蒸汐灭菌而言 灭菌的三个关键变量 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公认 也就是时间温度与湿 就是一个油水环境 就意味着呢 只要在极高温的油水环境下 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那么这把器械就一定可以达到无菌状态 第二点就是对第五类指示物的要求了 它的特性呢 必须要与一个生物指示物特性相似才可以 对实际产品而言呢 那第五类指示物的设计 其实都远远的超过了生物指示物的特性要求了 那么综合来讲呢 在蒸汐灭菌的关键变量 已经完全确认的全体下 第五类指示物已经可以完全的替代生物指示物了 在实验室当中 我们会经常发现 当牙包已经达到10的费6次方 或者说达到无菌状态的时候 可能一些化学指示物呢 还没有怎么样发生变色或怕形呢 也正因为这样呢 在国际标准当中 并没有给生物指示物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啊 化学指示物和生物指示物 两者的地位是等同的 一样高的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种 但是呢并不强制使用其中某一种 德国英国的供应室 在蒸汽灭菌的日常监测当中呢 已经不再使用生物指示物了 生物指示物仅仅还用于一些实验室的工作里面 而且就算实验室的工作用得到 也不会再用这个军管了 用的呢也是液态的 牙包悬浮液 它是用来给复杂的器械做染菌 后来做验证而使用的 那常规的监测当中呢 化学指示物它方便 快捷 经济 监测范围更广 同时呢它的误差也更低 所以其实我们找不到什么理由 不去使用化学指示物来做监测 那当然了这些呢 仅限于在高温灭菌领域啊 在低温领域呢 我们的化学指示物的技术 还是有待提升的 所以对生物指示物而言呢 它曾经的确是 蒸汽灭菌监测当中的 说一不二 经标准 但是它也像马车一样 曾经马车也是人们出行的经标准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已经有了汽车 高铁和飞机了 那马车也不过 仅仅是在一些电影当中的 古老桥段中还会出现了 技术在不断的更新和迭代 那么我们对于经标准的判断 是不是也应该不断的去更新它呢